其實命運未必完全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 沒錯 所以對於大部分的球隊來說 現階段你去想太遠了 其實也沒有用 來說是接受一些考驗 賽瑟夫 現在跟曾祥軍、辛特利 另外還有KJ、凱傑、張宗憲 是勇士隊的先發 非常穩定 麥卡洛球交給俊錡 一個小打大 林俊錡前路 幾乎都能夠投外線 小福這個轉身 大逼直接散他火鍋 這站位非常的準 可以預測到了 Sazen不要用勾射的方式 再來一個潛入的阿拉吉 再拿兩球 不然好像也來不及 4比阿夢想家領先制4分 全部都是林俊錡在游七區的得分 停開之後長中線 近期他又有一些傷勢影響到了他的上場出賽的時間 永勝的拉桿沒有對方的快攻 好球 拖槍是朱湘俊錡 方面是非常積極的一位進區球員 應該也是在正門底離開之後 現在國內本土四號位表現最棒 大逼 碰到沒有把握住 肉位的是小福 他已經被大逼賞了兩個火鍋 辛特利 再給沒有人看守外線的翔俊 康康現在後場控制球 辛特利 帶給小福 差點出界 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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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特利 外線只有一個眼霧之後投進了三分 永勝 給了凱傑的防守 這球打得比較勉強 比賽 比賽 那謝忠榮現在也上來接替曾祥鈞在四號位 馬上就籃下接到 賴庭恩跟周桂宇給換上來 嗯 周桂宇 周桂宇 那孟響佳這邊的換人感覺還是比較被動了一些 老五 這孟響佳得分蠻妙的 先看小福這個勾射再進去有了 然後藉由大逼的掩護來挑戰小福 看起來他在籃下身體碰撞的把握度還是比較弱的 沒錯 周桂宇直接單手上來 畢沒有起了 剛剛進去有人倒地 對 三分線外盧冠良有了 他會有更多的上場時間了 尤其是在上半場 因為阿極有犯規麻煩 撿停照 在上週與高雄的客場比賽當中 也是重要的三分線 登記三分球 我夢想家只有一個 就是盧冠良 現在要來單打撿停照 有點危險 再送出來給老五 虎裡位置 右邊的堆積 撿號也上場了 場上蠻多的射手 剩下四秒鐘 說到射手 盧冠良這邊是WHYOPEN 是在第二節的本土球員 還是以替補為主 好 這個第二段加速 減停照上去 加速之後 他最後是用那個有點像甩上去的 這是球感 好 同樣的位置 盧冠良 已經有三中的三分球 這個三分球也讓孟強家取得領先 史博恩 進去一個翻身 Find the way 沒錯沒錯 必須要貼上去 對 好 左右兩邊都有射手 老五 尋找其他的機會 德威 德威第一節是沒有打的 再給麥卡洛 現在單陽將在場上 麥卡洛 吳冠良 過過頭來防守 謝忠榮 身材謝忠榮有優勢 冠良 要手SINGLE TERRY 到這邊德威干擾了他的出手 防守全能退掉 阿良的位置 他今天出手必須要多一些 他同時老將 蔡文誠也上場 先怕的中線 帶在華球線後面兩分 好 四號位的對決來了 德威走底線 踩在軌道上 感覺有點危險 進去沒機會 送出來給德比 頭三分 這方面都給對方 比較多的出手機會 目前看起來 這個策略也是蠻成功的 好 德威想要大打小 沒錯 外線是否能夠發揮 然後來個李英外合 富方這邊的需要 有人把外線的把握度 給找到 那個人就是小夫 大逼尋找隊友 富方現在守區域 這個區域 球交給大逼 大逼超捷 麥卡洛球也沒運好 感覺重心比較高了 這邊是跨大部的 Mike Singletary 還是可以有一個服務 嗯 阿吉投拼 超滿好最後四分鐘 小夫這個禁區的空檔 預判中線的運球路徑 一個背後傳球給小夫 再塞禁區 石破恩 擦板有 因為看他今天的運球 感覺重心都還蠻高的 是不是彎不下腰 或是膝蓋 沒辦法承受這樣的力量 真的踩塔 技場比賽還是要趕快示意 嗯 富方反超比分了 最後兩分半鐘 麥卡洛 哇哦這個假晃 越過了KJ 二轉移 麥卡洛 一個side step 外線完全短了 還有蠻多的時間 阿吉來個單身跳投 沒見麥卡洛再超進攻籃板 先三分 周桂宇 周桂欣特利 又被大拼手下來 哇 這段時間連續守住對方三波的進去進攻 所以其他的夢想家隊員跳出來了 Say yes my boy 哇阿吉這個處理器真的夠快 迅速的切入真腳球 結果周桂欣滑倒 球也掉了 連續四波勇士隊沒拿 而且對手幾乎都是直接放藍 連續五波的進攻受阻 勇士現在要找一些方法 中線 尾馬槍 哇這兩分 趕快有清護了後面的阿吉 再給麥卡洛非常厲害 唉唷 怎麼搞的阿 哇這兩個球莫想家都太不應該了 對方的精神二打贏 對 點點稍微慢了一些 哇這球直接上去喔 我覺得沒有灌籃都有點講不過去 真的 客況那還拉桿 可能上半場都拉桿太漂亮 三分外線的曉芙 該拿的分數一定要拿到才行 大批被包夾球被拍掉 中線 麥卡洛繞出來接球 假動作在辛特利面前跳投 好像有改善喔 在後場的球辛特利差點發生錯 再拿回來 錢肯寧還是跟著他不放 小扶的拖車來的是時候 這邊麥卡洛並沒有單打張宗憲 第二次持球 對方的斜方還沒有過來 再來一個跳投 他現在14頭五中命中率其實蠻低的 對 而且重點是這兩球是都盡喔 才是四頭五中 對 加溫當中 賢肯寧 再給他擠 賢肯寧必須要出手了 沒錯 因為全部都成透了 現在跟麥卡人流來控制球 三分先來刺個頭的出手團 小扶在找到籃板 辛特利這一切得好球 看是不是一個5套 翔軍掩護 對於選擇外線的投射球 野娜外線現在已經是右頭0中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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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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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他直接摘籃了 前庭罩要來拆這個炸彈 底線出手能進 周桂宇抓到進攻籃板 有點亂 拉開了空間 前庭罩 建立的非常多 桂宇來面對冠了 周桂宇要打進去 拖車還沒來 減浩掉一個遠邊 冠良再給老吳 送到減浩在底角的出手 朱傑繼續留在場上 搭配周桂宇曾祥君還有蔡文成 小副 大筆已經離開進去了 籃球場不能拿棒的 只能拿肌肉棒 快點 快點 地板球 大筆接球在三分線附近 再給減浩 三分線外一大步 底線沒機會 可惟 看他身邊的減浩 減浩空中 泡一個大筆 永勝也是在暫停之後回到場上 今天夢想家 幾位替捕球員表現非常棒 老吳 跑球 差距來到兩個三分球 這把球是為曾祥君 再轉移 來 四十五角 一大步的距離出手 沒有 被凱傑抓到 張宗憲的衛星 永勝現在的工作就是貼著張宗憲 配防 讓他投三分 但是張宗憲連續兩個三分球 阿吉地板球送到大批的手上 對對方封掉 這一集勇士有機會反衝 希特麗 打起來的衛星也進 永勝 切入 在外面的Doggie 減浩貼在防守球員身上 八十四平 主委是摩文 一個mismatch 切到禁區 兩顆附近 是要來發邊球 沒錯 雙方都已經五次團飯了 比賽剩下最後兩分半鐘 夢想家 分數停在八十四已經有一段時間 阿吉塞進去 德威要到一個好位置 這兩分是夢想家非常需要的 這個場景有點危險 麥克在德威面前 要到反對球 滾進去 張宗憲過來可以單打阿吉 也被剝掉 這個分數 減浩可以停在三分 沒錯 沒拿到 很合理的出手 Lon Rebound拿下來之後 再給麥卡洛兩分 先放進 剩下五秒鐘了 宗憲這個回馬槍 給到史伯恩 最後一秒鐘發生失誤 麥卡洛在前面又跑快攻 他連得了四攻 宗憲 再來嘗試打阿吉 協防過來 收到史伯恩的Wild 終身攻擊了 三分車 迫使孟小嘉韓出暫停 來防守阿吉 球直接給麥卡洛 麥卡洛好像選擇要拿兩分 好麥卡洛先出來接球 給阿吉 再一個掩護 阿吉回給麥卡洛 又拿兩分嗎 他又拿兩分 所以就算兩球都沒進的話 孟小嘉還需要兩波球全 兩波一中 兩波一中 麥卡洛 三分線外被對到 自己再把球放進 出現 對 秋金 三線的第二球 打進 那就沒有了 那就真的沒有了 好 球發進來 防守球員也放棄防守 那最後阿吉的遠端投射沒有進了 比分是100比96 勇士隊今年球寄了三度來到台中 來面對孟小嘉 最後都拿下了勝利 對孟小嘉來說 就是比較可惜的 好 谢谢大家